提前预定好了门票和酒店,行程却临时有变,面临退改的麻烦,这让不少游客感到头疼。 9月下旬,安徽黄山风景区上线先游后付,游客可以零元预定景区门票所到票,先游后付不用不付,灵活安排时间和行程。 对此,很多网友点赞,这是一项既便利消费者又督促商家提高产品和服务竞争力的双赢举措。 因为一段时间以来,游客在出行方面,它的行程取消,由于各种原因的行程取消,会给它带来很多的不便,甚至有一定的麻烦。 那么我们在这个后运行时代,这个这种情况更加的突出,那么通过这个信用游,先游后付,不由不付,就给游客带来了极大的这个便利。 在张德辉看来,先游后付的本质是信用游,契合了征信建设的需求,也拓展了信用应用场景。 随着中国征信机制日益完善,相关的失信惩戒制约措施也越来越到位,一处失信,处处受限的理念已经深入人心。 在这样的语境中,游客先游,后付也大概率能得到保障,先游后付的逃单风险可控,具有较强的安全性和可行性。 那么尝试这个信用游呢,这个它有一个机制的,它是叫先游后付,不用不付。 但是呢,如果到期以后,占期到了以后,一个月,占期到了以后,因为你的账户余额不足以致付。 那么这个里面呢,我们有一个机制,就第三方的平台和我们股份公司联手来兜这个底。 兜这个底呢,我们更多的还是体现一个国企的担当,同时呢,我们还是希望是一种自我的革命。 同时呢,我们助力我们国家的信用社会的一个打造。 对游客来说,外出旅行需要做好提前预定,但是计划往往赶不上变化,退订,改期的情况不可避免。 因此,带来了退费不及时,扣手续费,程序繁琐等问题,既影响游客旅游体验,也让景区等商家不时陷入投诉窘境。 先游后赴这一创新举措,恰好瞄准这一痛点,让旅行在很大程度上真的可以说走就走。 那么到目前为止呢,我们有一个组数据可以说明这个情况。 那么这个数据呢,就是支付宝用户的50%都通过这个下单,通过这个使用了我们信用游的这个产品。 一个方面呢,从游客这个角度来看呢,应该说受到游客的这个点赞,称赞还是比较多的。 他们觉得能更加便于这个无忧出行,极大的提高了出行的这种便利。 特别是在后疫情时代,这个有些行程的取消呢,是比较容易发生的。 那么这样子呢,它就不会有后果之忧。 先由后付作为信用游的一种形式,其背后不单是支付方式的改变,更是信用经济在当下的具体体现,是提供一种以体验换价值的新型服务。 如果产品服务质量不过关,消费者则可能会拒绝买单,这就可以倒逼旅游产品服务提供者提质增效,关注消费者体验。 这个信用游是未来的一个发展趋务,甚至呢,这个应该说这个能更大的范围的扩管。 这种物理空间上,还从这个我们的消费业态上都可以做极大的一个扩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